大家都知道,中国在海外很多国家都有投资,一方面是看中了这些国家的资源,认为是有利益的,而另一方面也算是对这些国家的一种扶持吧。 毕竟有投资就会有建设,不仅能提供工作岗位,还能带来经济效益,这些国家也对中国抱着感恩之心。 就比如印度洋商有一个岛国,之前一直在求欧美投资它,但是被拒绝了,但是中国伸出援手了,而且现状还很好,为了报答,这个国家给了99年的土地使用权,欧美国家看到后都眼红了,只恩图报的国家大家都喜欢吧。 那有猜出这个国家是哪里吗? 没错,就是印度下面的那个斯里兰卡,印度洋的心脏。 斯里兰卡是印度洋上的岛国,因为于南亚大陆,上的印度半岛隔海相望,斯里兰卡又较西兰,在地图上的形状像一滴眼泪,离马尔代夫也很近,却比马带多了明镜和质朴。 这里恰好是印度洋的中心位置,是东方的十字路口,地理位置十分重要。 斯里兰卡又宝石王国,印度洋上的名书的美誉,这里中年如下,因此全年都适合来着。 此外,这里有美丽的海边,神秘的古城,以及丰富的自然遗产,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。 离你那么近,你也无法得到我,斯里兰卡这个岛国,其实是个很神奇的存在。 一般来说靠近大国的岛屿,自古都会被这个大国吞并,比如美国的夏威夷,日本的冲绳等。 但是斯里兰卡离印度大陆很近,却一直以来未被印度占据。 其实印度一直以来都想吞并了斯里兰卡,奈何能力不够。 在古代,印度还是四分五裂的,完全不是一个国家,自己都都挣不过来,哪有精力去管它。 在后来,英国的入侵德,使得错过了最佳的时机,再也吞并不了了,见过了塑料友情,也收获了争执。 尽管斯里兰卡离印度非常近,但是一直以来,斯里兰卡在不断地迁进中国,热的印度眼红。 而上面也有书过,斯里兰卡是印度洋的中心,但同时国际远洋东西、中航线,与斯里兰卡的距离不到十海里,是重要的转转战之一。 一般来说,处于这么重要地理位置的国家,肯定不缺好的港口。 但是斯里兰卡又是个例外,这里一直以来都没有好的港口。 于是斯里兰卡决定建设一个港口,汉帆拖沓港。 但是印度,欧美国家都拒绝了在这里投资,因为建设港口,需要几十年才能回本营利。 再加上斯里兰卡政局不太稳定,经济也不发达,欧美国家觉得投资风险太大了。 求投资备置之后,斯里兰卡找到了中国,中国提供了约二十亿元的贷款。 由斯里兰卡自己经营。 没想到的是,因为斯里兰卡缺少经验,吸引不到商船来停靠,还被外媒疯狂嘲讽。 于是,他们就想到了将汉港的官权交给中国运营。 而中国的招商局以75亿元的价格,获得了港口的运营管理权。 而作为选中送他的回报,比里兰卡给了我们11.5平方公里港区土地99年的租赁开发权。 在中国的运营之下,四个月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成果,建设了一个大型列流场、水泥场、制造业以及物流公司都在准备中。 中国方面预计,但2020年,整个汉港创造的收入将占斯里兰卡政府收入的40%,并且创造了1万个直接就业机会,6万多个间接就业的机会。 真是30年和东30年和西安,昨日的你爱理不理,今日的你后悔也没用。 看到中国运营卡港口的现状,印度和欧美国家们眼红了,开始坐不住,接连法文抹黑中国。 美国的纽约时报等媒体,说中国,是早就打好了算盘,要逼斯里兰卡交出港口的运营权,以及土地的使用权,还说中国会把它变成军事基地,真是让人恼火。 面对这一情况,斯里兰卡的前总统贾帕克萨,还亲自出来手资这些外媒,写了一篇澄清,一条一条的驳斥了外媒说法,还反复强调该地不会用于军事目的,着实狠狠打脸了外媒。 此外,斯里兰卡的贸易部长,也出来说跟中国合作,对斯里兰卡人民有利无弊,政府非常欢迎中国公司前来投资,这不就是在暗示那些欧美国家不要脸吗? 以后要一直好下去,如今融思两国的关系,还在不断地往前发展。 首先,斯里兰卡对中国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,其次斯里兰卡包紧中国大腿,有利于制衡印度,而且中国的橄榄枝,对斯里兰卡来说,是非常有诱惑力的,因此中四两国肯定要互相打好关系。 来,一起去浪,斯里兰卡因为与中国日益增多的合作,以及越来越友好的关系,而被我们知晓,每年都有众多的中国游客,前去斯里兰卡旅游。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其国内优秀的旅游资源,斯里兰卡有美丽的海边,丰富的自然遗产,以及独特的人文文化,比如全世界最令人叹为观止,空中宫殿,狮子岩,位于西吉里耶城,建筑在橘红色的巨大的岩石上的空中宫殿,集了人工奇迹和自然奇景为一身,每个游客来到这都会大叹神奇。 斯里兰卡生产世界上最好的红茶,也是斯里兰卡的象征,以悠久的历史和纯香的口感,引来了人们的喜爱。 这里以前被英国统治过,所以还保留着红墙白砖的洋房,盛开的玫瑰圆的,让你有自身英伦的错觉。 连钓鱼都要别聚一格,斯里兰卡人还有一种世界上最牛的钓鱼方式,就是高桥钓鱼。 据说这种钓鱼方式是祖传的,因为以前的人们买不起渔船,就发明了这种钓鱼方式,也是世界文明,独特的美食。 除了风景之外,出过旅游的人,当然还会关心的当地的饮食了。 你们或许会觉得玉印度易水之隔的斯里兰卡,甘利味肯定会顺着海风飘过去了,其实这里还有比较特别的食物。 下面我就给你列举几种吧。 鸡椰子是斯里兰卡岛上的特产,浑身金黄,远远昂过去。 金灿灿的,非常喜庆,它同时也是斯里兰卡众多食物的原料。 椰浆,椰粉,椰油,均可融会贯通于各自食物中。 除了这个,斯里兰卡既然是岛国,海鲜当然是不能错过的美食了。 另外,当你吃饱饭后,还得来一份甜品,斯里兰卡的酸奶就很不错。 旅游小些是,一签证,去斯里兰卡要办理电子签证,有效期六个月,停留期为三十天。 当然你也可以办理纸质签证,还是很快就能出签的。 二交通,中国有好几个城市可以直飞斯里兰卡的,比如北京,上海,昆明等。 三,最佳旅游时间,冬季是二月次年三月,有很多的欧洲人,回到斯里兰卡过冬。 这是旅游旺季,酒店,订房都比较紧张。 还有一个旅游旺季是七月到八月,因为是当地的佛雅节。 如果你想安安静静度假的话,可以选择与鸡蛋季旅行,机票和酒店价格都比较便宜,还不一定会一直下雨。 马可波罗认为斯里兰卡的是最美丽的岛屿,我们不能说它是最美丽的岛屿,但是的确斯里兰卡有着其他岛屿所无法比拟的风情和景观。 这里不缺美丽的海景风光,还有很多的自然文化遗产。 你来斯里兰卡旅游,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。 如果你还想关于斯里兰卡的信息,就点击右上角,关注爱飞越游,并且私聊我们。 我们有专专业的旅游顾问,为你答疑解惑。 网上公共图片库,如亲分您的,请及时联系我们删除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感谢观看